大家好 我现在到了 盐湖城 犹他州的盐湖城 但是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好 很阴 导致了我心情不好 因为 我不喜欢这种阴天 我喜欢阳光灿烂的 干旱我也不太喜欢 有水的话我还是蛮喜欢 现在是 18号 9点 17一分 哎呦 现在已经9点18分了 哎呦 9点18让我想起了918了 中国中国的东北被日军被日本攻占了 哎呦 时间有点慢了 话题我想 怎么 本来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说有一个918让我 看来我是历史学的还是相当好的 我呢 前不久发了一个推文 说这个 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呐就是 你看他们许多人呐都这个支持共和党 讨厌民主党 讨厌左派 但你看他们呢 但你看他们呢大部分都是居住在 民主党州 你叫他去共和党州呢 他也不愿意 就是说 那为什么呢 答案 然后有人跟我急了 实际上共和党州非常好了 共和党州的话物价低廉 房子也很便宜 空气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人也少 地广人稀 啊然后有人就急了 有我看到观众前面留言说什么 居住在哪里是自己的选择 也不能这样 那难道这样的话那我 那加州的所有 挺共和党的都要搬走啊 我是先跟你讲这个意思你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你不是美国人 你是移民 知道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犹他州 好的 假如你 来到了犹他州移民到了犹他州 你是个外国人到了阎湖城 这阎湖城一半的人 这犹他州他的这个 宗教吧 主导宗教就是磨门教 假如你的观点是就是 你天天就讨厌有磨门教 什么一夫多妻什么玩意 人家太腐朽落后了 但人家这个教就是这个州的 主导思想 真的 你是一个移民你明白你不是图生图长的美国人 你要知道你不是美国人 你是移民而且在移民里面你还是有色人种 你遭准自己定位你别他妈的 天天 没遭准自己定位然后在我在我下面还是开 留言啥的我发现你们这真的是 我要不提不提醒你你是有色人种你真把自己当白人了 你妈真的是 中国的人呐真的是你妈贱 真的 就是说他去这个教堂啊 读读几页圣经了 他就以为他妈自己他妈的 是白人了 他他妈的捧着美国宪法 读几页 他就以为自己他妈的是图生图长美国人了 有病 我认为中国人他从这个思维领域他是有病了 你就是在跟中国的你差不多了 读着那个共产党宣言 一加入党真以为这个党是自己的 真以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你就是一干活的 打仗你就是当炮灰的 知道吗 跟美国打仗跟日本打仗跟台湾打仗 习近平女儿他能上战场吗 他能上吗 让你这些人上战场啊 有没有找准自己定位呀 真的 尤其是我看在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因为我的观众中主要是讲 汉语华就是 中文 写中文了吧 这些叫中 叫汉字 你像许多人在美国 那真把自己当成美国人呢 成年华的 你之所以会这么想 是恰恰是因为民主党 给你 就是说民主党 他的理念 让你这么想 什么意思 民主党是一个提倡 多元文化 多种族 种族平等 不再有负责歧视 年龄歧视 就是什么男女歧视 就是说各种歧视 都不能有 就民主党就简单的讲就是左派就是说 讲究大案 不能不能不能讲不能讲那些歧视 人种各的差异 包括他的有的时候是没仇体型 都不能 都不能 都不能我们要这个 大爱 所以你在这种环境中 你在民主党 就是所主导的 左派文化 所主导的 地区 你居住呢 给你这种不断的投射这种信号 没有不断的投射这个信号让你觉得哎呦 蛮好了 那美国就蛮好了 那里到美国有一些 升红的那些州那个白人人口占95%以上了你到那里住 你住个10年以上你看看 你什么感觉 你要不不服你不服我建议你你去 阿拉伯马不是 白人没有超过95% 西弗吉尼亚 西弗吉尼亚呢就靠近美国东部 他东边就是弗吉尼亚嘛 所以我建议 在纽约州的 赶快搬到 西弗吉尼亚 还有个叫什么坑塔基州 你到那里住 实际上 我一讲这个呢就有人生气了 说 啊拼什么管我们住哪 不是管你住哪 而是我要告诉你 你是移民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美国人 明白 啊拼什么我就我就不不 我就 不能住在加州可以你可以住在加州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的身体已经帮你做出了选择 明白吗 当你决定 上哪个大学的时候 当你决定上哪个大学交钱的时候 当你决定在哪个地区买房的时候 实际上你 已经 做出了选择 就是你的政治理念 实际上 有人说 那凭什么我住的地方跟我的政治理念 我就不在乎啊 你怎么可能不在乎 你不在乎那你从中国跑美国来干嘛 那你在中国住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不在乎政治理念 那实在不行 抛古巴也可以呀 那那都是美国我就那的闷了都是美国什么华人 全他妈呆在民主党中去 80%以上吗 真的 那 德州还华人稍微多一点啊德州稍微多一点德州 好地方我认为也是但是太热了夏天 那你真的叫他去那个一个叫什么 坑塔基 华人稍微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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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巴马 华人稍微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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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那一住华人稍微多一点 华人稍微多一点 感受到纯正的美国气息 实际上你在洛杉矶 你在那个旧金山啊 纽约 那也不叫美国 那是一个世界 知道 那是个世界 那不是个美国 那属于叫做 世界大龙奴 但是你要到真正的美国 就比如我一路走过来 俄勒冈 那是波特兰还不算 就离开波特兰 走26号公路 直接往东边走 那就进入美国了 那就进入美国了 然后一路26号 然后走20号 一直干到俄勒冈州最东边的 跟爱达户交界的 叫Ontario 然后再到那个 波伊 就是反正这一路走过来吧 包括 这真的是美国 这我我已经感觉到了 那大声的在这住吧 你说在那什么波伊 在什么 爱达户住 不 不行 不行 不能在那住 我就这么跟你讲 不能 绝对不能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告诉你的就是 当大多数的华人没有选择住在那里的时候 你也就不要选择住在那里 因为 他们都不是傻逼的 明白吗 懂不懂 能理解吗 如果那个地方真的好 那你认为 会没有华人吗 你想一想 你从结果去推 你包括许多人 天天天 我看到网上 天天骂这个纽约 天天骂这个 加州 哎呦 结果上网一看 那这人 死活赖在那吗 加州纽约不走 我操你妈了 我妈真扶着你们这般人 民主党 我说嘛 民主党真的是太贱了 把你们这般人给灌着了 知道吧 民主党就你妈太贱 就应该 说什么民主党什么社会主义 民主党 收了税给穷人发一点福利 你他妈说是社会社会主义的 民主党就应该跟共产党学习 你妈的给你什么福利 全他妈跟你韭菜 你妈给你救助金闹草 先跟你要钱 对不对 民主党应该就跟共产党学习 你妈中国的人就借 你知道吧 人家把那个富人 那些钱 有一些税收 转移到你的手上 给你提高一下生活补助 就是说 生活让你还过得去 税收啊 把这个路啊 把这个公园啊 整的都 学校啊 都搞得好一点 你一直把他妈 小老百姓看你妈 生气 骗人吗 搞社会主义的 给穷人发钱了 给穷人发福利了 就应该给你们这帮促整 给你们进行那个 压榨 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人 这命就是贱 就说你要打他 你你不停地打他 他那么反而爱你 真的 就借命一条 就往死你里面干 你他妈是民主党对你他妈 给你他妈的福利啊 你小孩上 尤其是有一些生育啊 给你那个 如果你穷 给你免费的补助 真的 我身边有朋友 身还是 到政府直接就拧补助的 就是各项设施 都给你整到位了 这你妈你还 骂民主党贱 我操你妈 这你妈脑子有病 你妈是社会弱势群体 你明白吧 就是说人家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公平 更加的和谐 结果你说这不行 骗人吗 骗人吗 我认为 民主党就应该像共产党一样 剥削你们 不他妈打你们 你们他妈的 就是牵揍 中国这帮人就是牵揍 你明白吧 就是牵揍 民主党也是贱 都你骂欢迎这帮人的 这帮人来住 住这他还不开心 还天天骂你 我操 这你妈的 我要是图身图长美国人 比如说 我他妈肯定生气 这你妈的个逼的 你来到我这 还你妈的天天骂我 还给你钱 给你福利 给你补助 还让你他妈有好的工作 你在加州纽约州 都能找到工作 一个月 挣个3000美元 你问人不去 共和党州呢 因为那你没有 好的工作 你找不到 如果 没有好的工作 我问你那个地方是好的地方吗 对于你谣言 那肯定不好 因为你的身体 已经做出了选择 明白 这东西 就 就 中国 中国如果像美国一样 自由迁徙 中国可以自由的移民美国 中国早就跑光了 划船都划美国来了 知道吧 早就都买机票 直接就都 飞美国来了 你以为他在他能在在中国的爱我 我问你中国 你哪个不想移民 给你美国的护照 你哪个不想要 我就问你 你哪个不想要 对不对 你之所以不来美国 是因为你来不了 好 懂不懂 给你个日本护照 你不要吗 给我我现在就要 就 你为什么没有呢 你为什么没 因为你做不到 他不给你 懂不懂 但是在美国 你是完全自由迁徙的 你是 美国50个州你随便跑了 随便 但是在这种完全自由迁徙的情况下 大部分华人依然选择了 民主党州 没卖什么意思吗 明白吗 动点脑子想一想 从结果去推 尤其是网上那些天天骂民主党的 你看他他不认住在民主党州 百分之八九十 天天骂左派的 啊 我想起了一句话 想起了我的一个观众 一位真实的观众 他嫁给了脑外 当然了他嫁给美国脑外 美国的许多脑外啊 他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吗 不是什么是国良好教育 他们都是 你就想一想 那脑外能娶第三世界的女的都是什么人 对不对美国 美国的土生土长的白人肯定是先找白人的 现在周围的他拿 你就想一想台湾 法国英国 找那些第三世界的 都是什么人 肯定周围找不到的嘛 反正就是各项设施都不不太好 各项条件 然后呢这个女人呢 他就跟我聊天啊 他那个 皮就是这些 美国人呢 他呢 不叫美国就是这个 他老公吧 一个他生气的时候 就跟他讲 叫 去回家 去回家 真的 拜拜 对我还我又讲了一件事情我在 爱大户那个州我以后我再也不去了 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州了 我到了那个州一个我妈 我妈里面 不是我妈里面吗 遭到了当地一个女子 无情的鄙视 我再也不回去那边了